Dr. Mom 育儿 今天的菜好丰盛啊 可香了 来 吃一口 不用 姥姥喂 啊 不想吃 哎呀 怎么回事 最近都不肯吃饭 是不是生病了 天上的小吃货 怎么就厌食了 本节目要专注 一万中国宝宝金康的三公仔 独家赞助播出 看贝贝这段时间的表现 八成就是厌食了 厌食 怎么搞的 厌食的原因有很多 跟我来了解都有哪些吧 三公仔健康小剧场 宝宝厌食是怎么回事 宝宝长期出现食欲不振 食量减少 餐后负账等现象 有可能是厌食了 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 缺少新元素 新是唾液中味觉素的成员之一 所以宝宝缺心 就会使得味觉功能 和胃粘膜消化功能降低 从而减少食欲 二 消化系统疾病 如果宝宝突然厌食 也有可能是一些 消化系统疾病在发信号 比如 肠道有寄生虫 胃炎 胃溃疡 肝炎等等 所以 爸爸妈妈记住 要先带宝宝到医院 进行身体检查 排查宝宝宝是否缺心或者生病了 三 饮食不大 宝宝本身的消化功能还不健全 甜食 吃过多的零食 或是生冷食物等不良的饮食习惯 会让宝宝肠胃负担太重 造成消化不良而引起厌食 爸爸妈妈注意 宝宝出现厌食 需要及时治疗哦 没错 长期厌食 会出现营养不良 发育缓慢 还会使抵抗力下降 不吃饭是个大问题 哎呀 贝贝这段时间都瘦了一圈 看来只能来硬的了 就不信他不吃 不行 这样只会让他更不愿意吃饭 爸爸做得对 强行喂饭 只会让贝贝产生逆反心理 厌食会更严重哦 啊 那该怎么办 这事儿可不能急 排除了宝宝不是缺心 或者生病引起的厌食后 需要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 脾胃好了 贝贝自然就能好好吃饭了 灵丹妙药 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焦三鲜 焦麦芽 焦山楂 焦神蛰 加上山药 莲子 生一米各六克 一起煮水给宝宝喝 这样可以帮助宝宝健脾和胃 促进消化哦 除此之外 小儿健胃糖浆 是治疗宝宝厌食的有效药物哦 加上适当调节饮食 有助于宝宝减少厌食 一 变化菜式 同样的菜可以变个花样做 把食物切细 剁碎 混合 摆个漂亮的样式 不仅好消化 还能提起宝宝的兴趣哦 二 改善环境 不要追味宝宝宝 用餐的时候 尽量营造轻松舒适的氛围 让宝宝保持好心情进餐 三 饮食规律 平时节制甜品和饮料 饭前不吃零食 多吃粗粮和蔬果 好 今天开始 就由我来监督贝贝的饮食吧 老公 你真是个有责任心的好爸爸 那当然 宝宝厌食 别忘了补充益生菌 可以增强肠胃道技能和免疫力 第一季的科普知识完结了 相信爸爸妈妈 不会再手忙脚乱了吧 但是养娃路漫漫 我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没错 三公仔会一直陪伴宝宝厂长 下一季 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不见不散哦 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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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贝 妈妈 每一秒 每一夜 妈妈的爱就是要你好好的 妈妈 哎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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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喵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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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意外不要徘徊 瞧你瞧你瞧你可爱 三公仔 总是那么靠谱又爱 百年历史 那是我们的精英 露啦啦露啦啦 我们就是三公仔 用心用爱 收拾宝贝 健康未来 就是三公仔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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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好